一早七點多三 從小巷子內開來消防車 因為公寓名宅傳輸火警意外 還有住戶沒有逃出來 火勢二十分鐘內就被撲滅 但是火警意外造成兩人輕重傷 當時正值上班上課時間 很多住戶才剛起床 民眾路過卻發現有農煙竄出 立刻大喊快逃命 意外現場是三層樓公寓 住一次要預寒 還在窗外釘上木板 而起火點在二樓 臨心男子發現房間著火後 倉皇逃生 全身被燻黑 還有燒燙傷以及嗆傷 住三樓的一名王姓婦人 救出時則沒有呼吸心跳 後動住戶一早聽到怪異聲響 開窗查看卻看到了惡火 燒毀了冷氣壓縮機 還一路要延燒過來 嚇得趕緊噴灑滅火氣 才沒造成更大傷亡 只是好端端房間怎麼會起火 跟天冷使用電氣過熱有沒有關係 還有待調查釐清 記者楊紫健 邵紫陽 SN小組 新聞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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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